這支影片給我自己 再說明手機成癮的階段 那之所以想要階段掉手機成癮是因為我想要把時間還給我自己 在社交軟體上還有手機上使用的時間已經遠遠大於我能想像的 看著手機的使用時間大約是一天會耗費兩到三個小時以上 在社交軟體還有一些沒必要的遊戲軟體上 那我發現到太多原因了 第一個我想要我的時間 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但是常常會陷入這種漩渦裡面無法自拔 第二個時間是身體上的病變 我明顯的感覺到視力已經沒有那麼好的 並且頸椎有一些疼痛疑似有一些小骨刺在生成 那還有肩頸的部分肩膀的部分也不是那麼的舒暢 那希望能夠不要在意地使用手機改善這些狀況 那還有最重要的是使用社交軟體之後會有一陣空虛以及失落感 明明知道會有這樣的狀況但還是無法自拔地想要一直使用 那以下是這幾個月來的心得跟辦法 這一段的方法比較簡單粗暴一點 我有三個 第一個是移除社交軟體 不只是社交軟體的應用程式 還有帳號暫時先刪除 比如說Instagram 我先將我的帳號暫時性的刪除 別人也沒有辦法搜尋到我 那這個過程有點痛 那大約三到五天就沒事了 因為你不滑也不會怎樣 相較之前的負面情緒 負面結果遠遠大於正面的情緒 所以刪掉之後對我來講是比較好的一個狀態 當然這是一個期限你可以設定成幾個月或者是幾個禮拜 那我自己是設定為我的英檢英文考試 考完之後再把它下載回來 我想要在這幾個月內好好的把時間放在開放菜的地方上 那第二個是把我的手機放到別的位置 當我要做事我要想要讀英文的時候 或者是我有工作要做的時候 因為我的行業比較不需要一直使用手機回復訊息 我的職位也不需要說整天拿著手機接收任務 而且剛好我的地方真的需要我的時候廣播可以找得到我 所以我會在三樓工作的時候把我的手機放在一樓的抽屜 當手機離開你的時候你想要拿來滑都沒有辦法 這是非常簡單暴力的 這非常的有用 是我這幾十年來吧 使用社交軟體Facebook Instagram大約已經十年多一點了 自制力是完全沒有用的 想要離開它但是身體卻很誠實 那只能靠你的外力方法來處理它 所以我把它引到一樓去之後 很明顯的效率工作提升了 因為我想拿我也拿不到 當我伸手要拿的時候 沒東西 那我只好去做我原本的事情 或者是稍微休息一下 讓自己的眼睛不要那麼緊繃 那第三個就是在我的手機上貼貼紙 在我的手機上貼 我會貼四個東西 那我是用標籤機的貼紙 沒那麼醜 比較 還算看得蠻順眼的 第一個是多喝水的貼紙 每次拿到手機的時候 就記得說 剛好我自己有一個很大的水壺 我一天喝一杯 就OK了 第一個是多喝水 第二個是 將手機遠離我自己 的一個提醒的貼紙 那有時候 我忘記把手機拿到一樓去 但是我拿起手機 想要耍廢的時候 會看到我上面的貼紙 提醒我說 該做事了 第三個是 時間的提醒 那我會提醒自己說 時間 你現在是不是在浪費時間 就算有時候我沒有在使用手機的時候 可能會做一些多摸西摸 可能二三十分鐘就過去了 那手機拿起來的時候 也是同時提醒自己 不要碰手機 也不要再做多餘的事情了 你還有很多事情沒有做 你要好好規劃你自己的時間管理 那第四個東西 其實是我自己想要的 暫時性的夢想 那也是先貼在上面 隨時做一個可視性的提醒 可視性的提醒 可視性蠻有用的 那作為一個心得就是 真的太多事情想要做 但是能力跟時間都不夠 所以我打算先用手機移除這些軟體 跟將手機實體離開我之後 或許更多的時間 那也同時我相信我的自機率是不足的 所以我才把它移開 那曾經在今年年終的時候 四五六七月三到四個月 我有嘗試過把社交軟體移除 四個月帳號刪除 成效不錯 成效不錯 那考完英檢之後 再把它下載回來 下載回來之後 成績放榜 多一個分數不到 那就再實施一次 那以此這個影片 好好跟未來的自己提醒 為什麼我今天要做這些事情